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造谣 污蔑,借刀杀人 为了夺权家族做了这么多坏事 崩坏,星穷铁路2.2剧情 2.2的支线任务 做梦斯讲述了五位这次想讲的故事 在家族的记载中 他们是抄袭者,是危险的科学疯子,是罪犯 总之呢,就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做完任务的我们会发现 这些负面消息都是家族对他们的迫害与污蔑 但是在我们修改的内容里面 也有一些可疑的地方 明明是猎犬家系 听从项目家系的指挥 使用抑郁民营迫害了巴罗 但是在修改过的地方写的内容是 在项目家系的公正审判下 过去的罪行遭到曝光 这是完全错误的呀 而我们居然成了粉饰家族罪行的帮手 虽然这份文件会因为影响家族团结 而不予公开 但这也太可笑了吧 回看皮诺康尼的历史就会发现 家族篡夺了太多的胜利果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家族的夺权史 各废墓带领家族来到皮诺康尼的时候 皮诺康尼已经彻底独立 不再是公司的边陲监狱了 七大家系也只剩下了五个 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五大家系 有人使用了星河的力量使联合梦境蔓延 皮诺康尼的人们进入梦中 为了寻求帮助米亥伊尔四处求援 家族就在这时应邀而来 家族来离后解决了星河带来的危机 但是作为解决危机的交换 皮诺康尼的人们开始逐渐忘记 三位无名客对皮诺康尼的付出 家族留在皮诺康尼帮助皮诺康尼重建 不许草加息的家族老奥地与哥费木一见如布 成为了第一个投靠哥费木的家系 此时的哥费木对于五大家系来说还是一个外人 项目家系的家族和猎犬家系的家族策划了一起谋杀 他们想要通过这起谋杀案来嫁祸哥费木 从而把哥费木赶出皮诺康尼 但是他们的计划并没有得逞 最终项目家系的原家族下台 哥费木接任了项目家系家族的工作 猎犬家系与哥费木和解并成为了他的帮手 但是在这次计划中有一个疑点 那就是为什么项目家系的原家族倒台 但是猎犬家系却被原谅了呢 我查了一下项目松树香蕉他们三个的关系 其中项树和香蕉都属于布兰可 但是松树和香蕉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那么这个刺客到底是谁雇佣的 我觉得可能有一点小疑问吧 大家觉得是谁雇佣的呢 为了建设皮诺康尼米哈伊尔雍谎也引来了很多拓荒客 这些拓荒客让皮诺康尼变得繁荣起来 但是原住民却认为自己的生活领地被打扰了 原住民和拓荒客的矛盾逐渐加增 拓荒客觉得土地是他们凯垢出来了 凭什么要扶哥费木的管辖 他们想建立自己的小镇 双方K的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 渊威华佳系家族极力呼吁和平共处 却被怪物杀害 在渊威华佳系的原家族去世后 与家族一同来到皮诺康尼的天环竹女孩 成为了渊威华佳系的家族 前任渊威华佳系家族的死背后有没有推手呢 我不好说 毕竟在这之后也发生过 使用意欲民营杀死意见不合之人的事情 如果这个事是哥费木干的 那么他的目的可能是为了 彻底计划矛盾 断绝和平共处的可能 让所有拓荒的成果全部属于家族 并且顺手把渊威华佳系家族除掉 换上自己人 当然他也有可能是一个纯粹的意外 此事的最终结果就是 消灭了所有的反对者 皮诺康尼重新统一归于家族的管辖 帐木佳系 猎犬佳系 墓须草佳系 渊威华佳系 都归于哥费木的麾下 皮诺康尼开始了高速发展时期 白日梦酒店以及十二时刻接连落成 这个时间也就来到了 家族献梦杀驴的时候了 在猪猫师的任务里面 我们都了解了家族对影业洞加戏做了什么 在解决了影业洞加戏之后 家族开始抹去皮诺康尼的历史 给曾经的英雄们破脏水 修改他们的故事 隐藏他们的名字 使他们被遗忘 被唾弃 但是 希望你 我的朋友 你不会忘记他们 不会忘记他们曾经有多么的闪耀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见 这一天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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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